3、2、1、起 新北市消防局第五救灾救护大队21号上午 启用现代化车保中心与SCBA空气呼吸器检测维护室 由新北市长侯友宜亲自主持 当地名代士绅包括立法委员吴奇明 新北市袁苏洪清、黄永昌、江宜珍等人出席管理 期盼在新落成的第五救灾救护大队车保中心 继续带给四区民众及时救灾救护量能 我们的河道水域也长 我们的大泡溪的安全 23.5公里这样等如何安全维护 甚至只要碰上台风已逝大的时候 我们山区所造成的伤害 都是需要我们消防弟兄大家一起努力去维护 对这样就套上去了 就是现在已经正常的同仁就是在套上去 现在化的车保中心落成最特别的是设立消防机关首创 CBA空气呼吸器检测维护室 对消防弟兄进到火灾任务现场 谁来保护他们 答案就是需要依靠CBA空气呼吸器 提供第一线消防人员在缺氧、毒气、烟雾弥漫的环境中 不可或缺的装备 透过设立检测维护室 让消防人员出任务时无后顾之忧 有关我们救灾的弟兄在第一线把拼的保命武器 我们每一年有两千剂 必须要透过这样一个检测 来让消防弟兄能够救灾毫无悬念 可以保护自己 这也是全国首创 CBA也是我们的空气呼吸器的检测维护室 第一座的正式成立 守护新北市民安居乐业的福祉 消防局努力加强提升救灾救护量 判灾害来临时随时做好守护市民的准备 记者正定家三峡报导 感谢观看 我现在已经用返事了 查阅